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玉溪村的樱花谷里人头攒动 四千多亩樱花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樱花谷是这一代人们春日里踏春的好去处 然而今天这里如此热闹除了它的美丽之外 还因为在这里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节日 许多人都穿上了传统服装 将一根根红绳系在了树上 您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花招节 今天应该是花招节 花招节 今天是花招节 你知道今天过的是什么节吗? 花招节 没错 这个特别的节日就是花招节 花招节也称作百花生日 花神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据说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 那时过花招节 还只是限于达官贵人和文人默克之间 大家饮酒作父 欢声笑语 直到宋朝以后 才扩大到民间各个阶层 内容也丰富了很多 又因为花神相传是一位古代女子 花又是美好事物的象征 所以女孩也借此机会 相聚玩耍 结交朋友 祈祷自己像花一样美丽 充满朝气 今天樱花招里 许多女孩身着传统服装 就是在现了古代花招节 祈福的场景 她们将红绳系在树上 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叫做赏红 然而这个让人们都乐在其中的节日 当问到大家对她的了解程度时 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 知道今天过的是什么节吗 大概是樱花节吧 不怎么清楚 今天过的是礼拜天吧 礼拜天 你们知道今天过的这是什么节吗 这是樱花节吧 知道今天过的这是什么节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们听说过花招节吗 没有听说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花招节 你听谁说的呢 王老师 你今天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花招节 花招节 你听谁说的 王生知道的 原来今天来到这里 踏青游玩庆祝节日的人们 很多是通过媒体的宣传 刚刚知道的信息 之前对花招节并不是很了解 甚至没有听说过 当地人也是第一次大规模举办花招节 那么这个花招节在当地民间是否还存在 老百姓又是怎么过的呢 早在花招节的前几日 鲜花刚刚盛开的时候 蒋姨和家人一起到花园里采摘鲜花 按照资料记载 传统花招节要吃花 唐太宗为此还曾亲自于御花园中主持过挑菜御宴 这个挑菜就是指到野外摘菜 然后每年的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摘一些花 然后做一些花宴 然后给家里的人吃一吃 那跟花招节有关系吗 因为过两天就是花招节了嘛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花招节而做准备的 那之前我们有过过花招节吗 我们之前没有过过花招节 都是听老一辈的人讲过 唐宋以后 因为花招节与清明节两个节日时间相隔很近 许多活动慢慢转加在了清明上 所以在近代 花招节并没有像其他传统节日那样受到重视 今天为了弘扬传统文化 在当地大力宣传下 这个美丽的节日才得以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 这个以前小的时候嘛 跟爷爷奶奶学过一点 然后长大了嘛 自己学了厨师 然后又跟师傅跑了这么多年 就自己创新了几个菜嘛 就是全都是跟花有关的 对对对 今天我就做六道跟花有关的菜 让大家先尝一尝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花宴 这一次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 好在家里的两个兄弟都是学厨师出身 做起来要容易得多 不仅吸取了传统做法的经验 还加以改良创新 椒盐玉兰 小炒玉兰 樱花卤鱼 名字最喜庆的莫过于凉拌福禄寿 这道菜是将樱花用最简单的方法凉拌而成 之所以取名福禄寿 是因为这个品种的樱花就叫福禄寿 为了图吉利 这道菜在当地非常盛行 是喜庆日子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我们都知道 辣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所谓四川人不怕辣 还有形容这里的姑娘都叫辣妹子 今天这道麻辣口味菜就应验这些话 我们接下来做这道菜是什么菜 樱花姜汁鸡 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喜欢吃麻辣味 然后就是很多的辣椒 然后还有花椒 提前秘制好的一些姜汁 醋 香醋 对 然后就这样拌匀 上面盖了一层特别特别厚的辣椒 对 再加上一些樱花 樱花 对 樱花也是主要的原材料 对 鲜花和辣椒的碰撞 火热中透着温和奔放而细腻 吃春饼是中国民间历春时的饮食风俗 有喜迎新春之意 在当地也有这个习俗 不过今天与以往的做法有些不同 放了鲜花的春饼更具有花招节的意义 一朵樱花然后裹起来 就在丰盛的花宴要准备好的时候 邻居带着珍藏多年的老酒来做客 王大叔家的陈年老酒是轻易不会拿出来喝的 这是因为花招节前后是酿至百花酒的最佳时间 花招节酿百花酒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为每年花开的时节 蒋妮都要用鲜花酿酒招待亲朋好友 所以酿百花酒对她来说非常的熟悉了 然后让她们一封 然后一个月以后就可以拿出来和来了 但这一桌子秀色可餐的花宴 怎么能少了百花酒 大家等不了一个月 决定拿出一瓶鲜赌为快 来来来 喝一下 丰盛的花宴和清香扑鼻的樱花酒 得到了每一个人的认可 大家决定把这些菜定为以后每年花招节必备的美食 这个节气朋友之间聚一下会 然后邻里之间把各自家好吃一点的东西 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就是珍惜一下邻里之间的一个感情 虽然是第一次过花招节 大家还在慢慢回顾和熟悉过去的传统习俗 但邻里之间和睦友善乐于分享的传统 在玉溪村已经流传了数百年 在热闹的气氛中 花招节迎来了游客的高峰 舞台上的表演也精彩分成 猜花名 行花令 传统服饰展示 民族舞蹈表演 每一个节目都淋漓尽致地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在观众面前 而离舞台不远的地方 还有个热闹的地方 一群人正在观看一个女孩唱歌 没有舞台 也没有专业的音响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在这里唱歌呢 这位唱歌的小朋友叫林一佳 花招节前夕 她有一个小计划 林一佳邀请了自己学校的好朋友朱可欣 来一起完成这个小计划 于是可欣和她的爸爸妈妈 在花招节前夕来到了家家家里 以茶代课是中国的普遍习俗 各地喝茶的方式和习惯 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樱花茶是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遍的饮品 花拌我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 把它烘干了以后呢 然后加入最好是加入红茶 它有氧味的效果 因为樱花呢 它起一个调香味的作用 把这个樱花融入这个红茶里面 把它弄成茶叶 然后就起一个美容素生的作用 大人们喝茶聊天 除了谈论着各自的工作 孩子的学习 今天他们还想带孩子体验一下 亲自动手制作花糕 感受花招节的传统习俗 做花糕难不难呀 不难 爸爸一教就会了 制作花糕是花招节的一个重要环节 据说起源于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每到花招节 便令宫女采集百花 与米一起捣碎 蒸制成糕 赏赐文武百官 后来这种习俗传至宫外 并流传开来 后面和好了以后再放花瓣 花瓣放完以后 我们就用模子做出来 然后就放上糕 蒸一下吧 您之前做过花糕吗 没有 没做过 都听老人说的 今天是一次尝试是吧 对对 今天是第一次做 为什么要放面粉呀 怕等会儿倒出来的时候 要很使劲也倒不出来 面粉是蒸的那个 它就是怕防止它 粘在那个模子上是吧 对 原来是这个作用 我做得好 虽然一家人都没有经验 但按照以前老人的描述 最终把花糕制作完成了 花糕的卖相很漂亮 想必味道也不错 接下来就是上锅蒸了 渐渐地随着蒸汽的溢出 空中弥散了香甜的味道 这个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怎么感觉蒸大了是吧 感觉这个像樱花馒头是吧 对对对 技术只有这个样子 已经很好了 虽然之前经过仔细的研究 不过最终这花糕 还是蒸得像馒头一样 小开了花 后来大家找到了原因 原来做花糕不是用面粉 而是用米粉 这样蒸出来的花糕才不会变形 不过有了这次的尝试 下次就容易多了 虽然花糕变成了花馒头 但却没有影响它的味道 也没有影响大家的心情 在品尝花糕的期间 嘉嘉还演唱了歌曲为大家助兴 说来嘉嘉在花招节 要实施的小计划 就是和唱歌有关 嘉嘉的妈妈何敏 给她布置了个任务 就是让她在花糕节当天 去现场唱歌 我希望说在花糕节那天 那里会有很多你的小朋友 还有那些叔叔阿爷 爷爷奶奶 我说你去锻炼一下你自己 你敢不敢去给人家唱歌 她说妈妈我敢 我一点都不怕 我一听到这个 我说好 把正能量带给自己 所有的小朋友 把欢乐带给他们 别人才会喜欢你 对嘉嘉现在的教育 源于何敏的一次人生经历 我女儿出生的就刚好是 我们四川的大地震 08年那天 5月12号 中午2点几分 08分的那天 刚好是我生女儿 入院的那一天 非常的可怕 世界末日 完全都有那种 生理识别的感觉 人的一个快乐和互相珍惜 太重要了 2008年的512大地震 是一段让绵羊人 终生难忘的经历 之后 这个原本就团结的小城 有了一个很朴素的愿望 那就是幸福平安 所以才有我们在花招节上 看到的嘉嘉为游客唱歌的一幕 花招节当天 嘉嘉的这种行为 还感染了其他同学前来一起 刚刚有好多人听你们唱歌 你们开不开心啊 开心 在这里 观众就是他们的舞台 观众的掌声 就是他们的肯定 观众的笑容 则是他们继续努力的动力 将快乐带给别人 自己才会快乐 这种信念 让这个经历过波折的城市 更加团结和谐 渐渐 樱花古人越来越多 到了节日的高潮部分 选花神 来自全国各地的 传统文化爱好者们 通过网上报名 来到这里竞选花神 今天报名 到我们活动会场的 大概有290位同胞左右 300位 因为12花神 它是作为花招节的 一个选拔赛 花招节 它是纪念百花生日 纪念花神的一个节日 那么我们选出12位花神 也是对花神的一个纪念 相当于 选花神要求十分严格 首先这些选手 要了解传统文化 其次还要有相应的才艺展示 舞台上 每个人精彩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为此之前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花招节比赛的前两天 参与进来的更多 然后刷一点 那你们都会才艺 然后会不会觉得互相有竞争啊 就是一余了 我说 今次那种情节都不适合看重 有一地一比赛点 对 因为参加花招节活动 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成了好朋友 虽然存在竞争关系 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热情好客 互帮互助 一直以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曾大超提前把大家邀请到家里 一方面为了方便大家交流经验 互相帮助 另一方面 还可以让这些外地的朋友 更深刻地感受节日 这是我们花招节的一个习俗 然后给姑娘涂上带花 好看 在古代 无论贫富 鲜花都是女子最常用的发饰 用以衬托东方女性的美丽 这次当地举办花招节 重拾了古代女子 粘花之俗 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 因为传统文化聚到了一起 虽然初次见面 却没有丝毫的隔阂 相处融洽 除了粘花 花招节还有打耳洞的习俗 就是用豆子 然后把耳垂这里磨薄一点 然后用针扎 到时候 豆子用的时候 用针扎 就不会那么疼了 一直以来 花西村都有在春季打耳洞的习俗 但没有确定是具体哪一天 以前乡间有种说法 花招节这一天 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 是个大好的日子 一年里头这一天打耳洞最好 所以女孩子都会选在这一天打耳洞 这种说法听起来美丽又浪漫 恰巧和这里的人们 一直以来的习惯相吻合 伊美在花招节要展示的才艺是古征演奏 古征演奏是优雅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 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 伊美希望通过她的演绎展示出东方女子美貌与德才兼备的独特魅力 王瑞这个来自北京的小伙子 他表演的才艺有些特别 是当下年轻人中十分流行的现代舞 因为我觉得其中很多咱们古代的一些仪式 还有她的那些动作都特别好看 我想把她们那些动作融入到现在的街舞之中 这样会吸引更多的青少年会去喜欢这个文化 曾大超和思秋表演的才艺都是拳法和舞界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为了把动作做得更准确 曾大超和思秋互相帮助弥补不足 正是因为对花招节的意义和目的有了深刻了解 让他们并不在乎输赢 带着美好的心情轻装上阵 比赛场上上百名的传统文化爱好者 通过自己的才艺展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最终通过观众投票选出了12名花神 其中6名男花神6名女花神 曾大超 王瑞 思秋全部入选 几个好朋友中的唯一的女孩伊美却被淘汰了 没有进入决赛是挺遗憾的 不过就是我发现在洪阳这个传统文化方面 我不只是一个人 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在努力的同龄人 然后就是看到能够参加这个花招节 他们有这个活动也是很开心的 能够增长一些社会经验 然后也会激励我继续在做这个 弘扬这个传统文化这方面 12名胜出的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记忆花神 关于花神的传说有多种说法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指北魏夫人的女弟子女姨 因她善于种花养花被后人尊为花神 但不论是哪种传说最终指降的花神皆为女性 又因古时有花王掌管人间声誉之说 中国古代的农耕渔猎全靠人力完成 人数越多才有旺盛的生产力 所以人们祭拜花神是希望子孙繁衍人丁兴旺 在樱花谷里有一棵几百年的樱花树 人们以此当作花神祭拜 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朝气蓬勃 祭过花神人们还要栽下一棵小树苗 称之为栽花神寓意生命的延续 也是花神的延续 十二花神在树苗上绑上红筹 期待着明年 她天心芽生心枝满树开花 花兆节在当地虽然第一次举办 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不仅完成了传统文化的梳理 也为当地旅游聚集了人气 改革开放过后生活节都加快了 竞争局里了 就是随着基础条件的改变 楼房之间 人与人之间 就是家与家庭之间 包括我们乡间修了很多小楼 都有一道道的围墙 同时它人与人之间 也形成了一道道新墙 就是大家接触少了 了解少了 那么现在我们当地 又重新挖着发造节 就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人们 走出机关大远 机密小区 农家小远 让人一人之间 相互的接触 更加融洽 融入大自然 赏赏花呀 舒缓一下压力 然后呢 也是和周末和家人 就是在一起相聚 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 拉近我们同学之间的距离 气氛特别好 因为大家都比较高兴 不了解这个文化的人 也了解这个文化了 很舒服 到处都是花 花招节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承载着人与人 互帮互助 团结和谐的精神 人与人以和为美 这个沿袭了千年的处世之道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将世代相传 千百年来 每一次的花落花开 都伴随着历史的变迁 社会的进步 和人类对美好的向往 花招节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瑰宝 在当今社会 它的精神内涵 显得尤为珍贵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 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当地为什么要依血做面 用血做的面 口味如何呢 市场里卖的血 真的可以实用吗 这些用血做面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下期乡土 带您走进陕西林游 看看这里的人们 如何做出独特的面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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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